前週年我認識了你很久了 因為我當年在藝術家聯盟組織香港藝術家獎項年長的時候 我初初幾年都有做評審 我記得當年我做評審的時候停到舞蹈家聯盟組織 其實你的名字都是陌生的 但我看到資料和介紹和看到你在現代舞的成就 我覺得應該頒這個獎給你 所以就認識了你了 而當晚很開心看到你獲獎的時候 在舞台上表演你的舞蹈 那時都很深刻印象 你用一張中國的孫子 應該是孫子來的 配合身體的姿態是非常之美妙 我覺得是很高水準的香港舞蹈家 我是沒有評審錯的 多謝你 其實那次的活動都是我一生難忘的 因為其實那段時間剛剛是 我是比較上是一個 由香港六、九年開始學跳舞 經過一段的學習中國舞 巴雷舞 土豐舞 最後我始終都是喜歡現代舞 後來去了北京舞樂園和紐約 那回來後沒有多久 就是你們八、九年的時候 就頒這個獎給我 那時候其實我很緊張的 因為又要表演 還有那時候那些獲獎都是名家 是啊 個個都是樂樂器職 成龍 又要表演 哇 我胃通了整個星期 所以之後 很成功 但是我很害怕 領長 很害怕 但是你說關於現代舞 其實我自小就很 有一個志願 就是我希望是無中生有 那無中生有 最初我希望做畫家 就好像你這樣 但是後來因為想動 就是希望動的話 就變成跳舞了 而就在紐約學園園園園回來 當我是編的時候 就是中西遊合 剛剛你們八、九年 又頒這個獎給我 更加鼓勵我 繼續努力 而八、九年 因此我成立了 前少年舞蹈團 希望能夠 就是 真是很自由地用身體的動力 來表達我自己所想講的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 編的舞就是跟你那些 就是你的畫 就是你喜歡的畫很有關係 譬如我第一隻成立了前少年舞蹈團 之後第一隻舞蹈 就是律動舞神舟 就是將這個北加索 是的 但我的律動就是用民間民族舞 但是我的視覺藝術 用了北加索的分學 是的 是的 北加索就是現代大師 他都有很多時期去探索他的新的表達方法 是的 都影響我很大的畫家 是的 然後跟著 亦都是一些 visual的東西 譬如是草月流 就是將那些盆栽 就變成在舞台上的動律 其中有剪狂 就是書法 就是這個 將說帝楷行草 整台馬會都是介紹不同的 這個Style 就是那些書法 最後呢 我是用雙頭髮狂草來作結的 這個馬會都令我很深刻的 因為我們全晚都在現場live music 是 其實另外有一件事都影響我很大的 就是這個挑素和畫的 所以後來我也有一個作品是敦煌 因為那個也是影響我創作的 所以其實很多作品我是由視覺藝術 是 敦煌也是一個寶庫 他有很多宗教藝術 描寫那些動態的韻律 是很適合去對舞蹈創作 很有益 是 除了這個視覺藝術影響 影響我的 亦都是和社會有些關係 我也特別注意 譬如是九七回歸的時候 我作了有萬花筒 用一個鑊來站在那裡 好像是毛巾那樣 即是當時我們自己在那裡移民 去不同間不同自己的家 另外就是我們幫香港 舞蹈團編 那就是《香港情懷》 那時候香港的局勢都變動很大 每個人都在那裡欠位 在立法局那裡 你炒我鬧 所以也編了就是《香港情懷》一個舞蹈 所以其實時勢都影響到我們 很希望通過舞蹈來表達我們 對四周社會令我們一種反思 是 因為藝術創長一定是和社會很有關係 是 這裏有很多題材可以發揮 是 但文學方面我自己都挺喜歡的 譬如我們把《紅樓夢》、《紅樓碎玉》 用《寶代差金玉》來把它演繹 文間的都影響很大 譬如我自小就很喜歡看粵劇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灣仔住 在灣仔住很近利舞台 那時候任伯那些很出名的 《馬丹亭經夢》 《在世紅門基》 我最喜歡都是《帝女花》 所以後來我就將《溫文宗》的《帝女花》 《交響曲》編了《帝女花》 所以其實文學有亞裔的東西 我都很喜歡人 所以你的創作很多元 即是受到很多不同類別的藝術 或者藝術家 或者一些藝術的門禮 都觸發到你的靈感 在過去每一個時期都探索 一些不同的特的題材 所以這個 你這個歷程是真的很值得 即是幾低和希望年輕人可以成全 但其實我們在香港這個經濟金融之都 從事這個藝術的受的阻力都很大 首先父母未必喜歡 這個我自己的感同身份 所以其實當我由香港自己本土學 直到我真的去紐約或者北京的時候 是要等了十五年才有機會出外 因為你始終都是要 始終香港是一個父母 都是希望你找一些工作 就是真是適合你自己的 沒錯 但幸好在香港都是自由港 都挺接受 即是出去外面去學習 尤其是你去發展現代沒有 都是一個小眾一點的範疇 對 另外就是九七都影響很大的 即是我真的要移民去其他地方 不過始終自己都是喜歡香港 所以都是回來 另外一個影響很大的就是 中國奧運 因為中國奧運是一個歷史性的 2001 我知道中國奧運 我就想 其實我們從事藝術創作 可否像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 即是用八年來做一件事 就是有個目標 最後我就選了太極和武術 我也知道你部分的畫 都有畫太極 我對於中國文化的思想 我挺喜歡道家 即是道家思想都影響我畫畫 或者是設計裏面 都是吸收這些觀念 去人和自然的關係 即是陰陽 即是宇宙觀 那些都是 我覺得那裏可以發揮到 很多不同藝術的創作都有用的 是 在歷程中 我就感覺到 因為我們學中國舞也好 或者是現代舞也好 就沒有武術太極這些學問 那我就去 真是去中國那裏看 那些武當山 清城山 或者是陳佳溝 即他們的發言地 一路一路這樣 我就總共創了八集 第一集就講武術太極 第二集就去清城山 就探索這個巫師 和我們那些武道家的關係 那就是武極三 就是講師詞歌父 即是行文日流水 太極打起來 就是疑風似閉 那樣 武極四就用了這個 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 就是作為一個演繹 而武極五就開始 就了解到這個 是逆境八卦了 武極六就是用了這個 盈異權來表達 那時候香港找不到些什麼資料 我就去了北京啟道大學 在做高級訪問學者來研究 那到武極七 就比較上跟健康有關 就是皇帝來經 那直至到後來 到最後我就認為 最重要都是老子的道德經 那所以呢 就是這一百集 就是在一個 我作為一個 受西方教育之下 但是後來就接觸深層的 中國文化的一個過程 對我來說是得益不少的 我感覺到 那最後我探索到去年 就是武極精史 所以將這一百集 拿到的結局 我就認為健康很重要 所以我就是健康太極 就是能量太極 智慧太極 最後天人合一 那我相信 我是拿到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創作 很豐富 是 而我感受到 就是作為我們從事這個創作 我們需要很深層次 逐步逐步去 才到最後拿到一些比較精髓的東西 你的特點就是 一路在一個題材裏面鑽研 一路學習 吸收不同的內容 的精華去創作 甚至我聽到 那個皮特的系列 有其中一個是 貝多芬是你的靈感來源 那我這個覺得是 挺開放的態度 就不只是 講中國文化 就只是在中國那裏 拿一些觸發靈感的題材 那貝多芬剛剛是我的偶像 我還沒開始決定要做藝術家 要真正去為藝術 去做我人生的目標 就是因為我聽古典音樂 我喜歡了貝多芬 還有讀他的傳記 還有欣賞他的音樂 什麼音樂都慢慢聽 而受他的啟發 其實有時候我的創作是由音樂的 譬如舉例 貝多芬第九家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他很澎湃 所以我覺得 和武術裏面的那些 即是爆發力 或者和他的彈斗勁 很合 所以我就選了 另外 譬如是 Sharvinsky 那個 《八靈春之際》 即是春之際的音樂 也是很厲害的 因此我就選了他 作為一個散打 即是好像你死我活 那變成了 其實很多情況 我聽了音樂之後 他是給我創作的靈感 是 這個舞蹈和音樂分不開 根本就是很重要的 在整個過程裏面 我感覺到是很符合到 我說無中身有 我覺得我是搞得對的 但我仍然都 這個書的名字 你覺得很特別 其實都參考了你那本書 你那本書 我當時 因為 我送了一本書給你 因為我在香港大學的藝術館辦 賺我一個過剪 我當時就是 我當時就是 有少少過去的回顧 一些舊的作品 和一個系列 新作就是書法 融合山水 造成的一個創作 那本書的名字 雙封面 一邊就是寫 畫自我心 自己的自 那些畫是 從我的心裏面發出來表達 另外一個就是 畫自我心 問字的字 即畫都還有我心靈的 opens 我去做這本書 截這樣 記錄我 從這些畫髓上面的 當時那個過剪的 其中一時間 是不是 那麼你的書 經過十年後 把我都形成了這本書 我這本書 就是《無中身有》 就變成了《無中身有》 這兩位和無下有沒有 這個很好的創意 你是這樣的 你的啟發令我令畫家都能夠把自己一生的東西寫出來 留出來作為一個文化的紀錄 我們作為武道的亦都應該要學習 這是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香港不是很注重文化的研究和紀錄 沒有什麼出版比較注重藝術家的傳記 或者創作的歷程分享 所以你這本書很有價值 是的 當我準備出書的時候 其實我也在搜集資料 但我發現原來香港暫時都沒有以武道家作為一個自傳的書 所以我都在尋尋地逼 而你的書是給我啟發性很大的 我覺得你給我一個機會做這本書的設計顧問 我都是很榮幸的 其實我都不是很想做很多設計工作 我都提攜一個年輕人 他叫做Kai 叫做余震寧 其實在我公司做了高級設計師 因為他出來自己做 幸好他有這個機會和我合作 他都很享受 學到很多東西 他很努力 而且很耐心地做到這本有水準的書 非常好 就是因為你們在我本書裏說 其實我們人生就好像微塵 但這個微塵發出的光 就是因為星光的照耀 所以你和你的設計師都是一些星來的 所以才照耀到這本書出來 我覺得是非常之我感覺到 是作為一個印記 就是我的生活裏創作的印記 你這本書有很多星光 和你合作過很多顆顆星都很厲害 非常好 這是很難得的 有這樣的歷程 其實在這本書裏也說了 在50年接觸的不同香港的界系 除了畫畫 也有戲劇界 也有不同的音樂界 有很多香港的人和事 所以都是一個歷史的印記 是 現在其實藝術是多元和跨界 你是一個整個舞蹈生涯的歷程裡 都體現到一種多元的探索和跨界 即跨界別的合作 這是一個體現到我們現代藝術發展的趨勢 這條路都是你變成先行者 首先可以做到這個出來 能夠紀錄下去 我都覺得看到書的內容這麼豐富 還有這麼多紀錄應該給讀者很多感動 有去年當我沒有精選的時候 我就拿到一個重點 健康很重要 其中我講的就是 有健康太極 能量太極 以及智慧太極 最後天人合一 作為我忠心思想 之後他們有很多教育界的時候 有一些朋友跟我講 你就是這樣表演 可不可以再想一想 怎樣跟青年人說一下 你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這個也啟發到我 最後在書裡面我都提了 這50年的一個總結來講 就怎樣達到你自己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的一種分享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決定你的目標 就是一點都不要旁傲 第二就是你不要跟風 我們需要有自己的 要自我承傳的那個概念的時候 就不要跟風 那你才特別是作為一個創作人 就是人家的事情是作為一個參考 但是你都要問心問自己 其實想表達的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藝術就是獨特的 個人獨特的創作 我當然舞蹈都有一個集體 有一個合作者 但是其實每一個編舞家 或者我每一個畫家 他的畫 他自己都是求我 就是個人一個最好的 獨特的表達 就是不是跟別人在一起 當然我們不是說 在創作和成長過程中 一定不會受別人的影響 這個不會的 我們會受老師的影響 受前輩的影響 只不過是 我們不是去模仿 和跟風 人家這樣做 而是要承傳他的優點 然後找自己的路 我覺得你這個路 就是你這個舞蹈的人生 是不斷地找自己新的素材 去創生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而且是找很多不同的藝術家 一起去合作 去大家互相吸收 去成長 這個是很可憐的 另外呢 就是我們遇到困難 就一定有的了 是 就是有起有落 就是我們好像太極這樣 人生就好像波浪 當然是有起也有落 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想遇到困難的時候 青年人就嘗試 停一停 想一想 就是你不要死衝難衝 但是呢 是要想一想 就是好像水一樣 遇到石頭 就轉一轉彎 是的 我想這個很重要 令自己靠下 然後再繼續前進 就很重要了 我就看到你本書 在後面都寫了很多 對年青人的一些提議 這些是很珍貴的 另外呢 就有一個就是要包容 就是禍而不同 要包容 而更緊要呢 就是面對現在整個世界 是順色萬變 所以呢 我們是除了有一個目標之外 也都是注意四周 然後怎樣自己更加改進 而最重要就是 不要跟別人呢 就是比較 有現在很多青年人 他這樣 我又要這樣 或者是 我想最重要 你要不要比較 要跟自己比較 你今天的你 是不是比昨天的你更加進步 那我想反而這個更加重要 成功和失敗 我想是沒有什麼界限 就是沒有人人說 什麼叫成功和失敗 可能是你自己向著目標 只要盡力做好 問心無咎 我想已經是足夠的了 是 這個 自己是最後的一個對手 這個是每一個界限都是的 就是我們應該是 要對自己做過的藝術 去反思 看有沒有新的勞動 有沒有什麼不足 然後再發展一個新的空間 就是不停的創作 好像你剛才說 畢加索 他就是自從年輕人 喜歡藝術 每一個時期都是去找一個新的路 不斷地去找新的路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精神 這個創作精神 正如藝術是無限 所以我們不斷地向前 亦都是有無限的一個思維的創作 和無限的可行性 這個無字很有意思 沒有中生有代替的無字 就是用無道去找無盡的 無限的一個空間創作 我看到你的畫裡面有很多書法 而書法裡面暗中也有些山水 其實你這個已經是一個所謂的變幻 已經是獨特的系統 是的 這個不是第一天我會做到這樣 我都是在追隨藝術的時候 我最初比較上是看西方現代 對我的衝擊很大 所以我都是追隨現代流派開始的 但我很快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和香港這個地方是中國文化的生活態度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由民間藝術開始 去用古人的山水那裏回到去 慢慢去探索怎樣對大賤的理解 描寫大賤就由古人的方法 尋找自己的方法 就是以古人為師 然後以大賤人生造化為師 然後最後就求持我 慢慢慢慢我二十年前突然之間 那些山水畫畫得比較抽象之後 突然之間覺得草書是很抽象的造型 而是很適合去用來 用來做山水的結合 所以做了我自己一個 很獨特的風格 是走了二十年了 但是現在都不一定要 一個字或者一句說話去做畫 有時一些筆劃很抽象的造型 翻轉頭 可以更加包容多方面去找素材去找新路 我都還在創新中 是 其實就是畫和舞 大家都是從善藝術那方面 其實走的路 就是我們都是從模仿學習 第一個階段 主要是在那裏追蹤 跟呀跟呀跟呀 就好像海綿在那裡吸收 吸收吸收吸收 有能力可以出外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去北京舞蹈學院先呢 因為其實我擔心 自己會不會去了紐約比 紐約的西方來呢 就是令到你融化去了 忘記了自己的本我呢 所以我就去了中國的第一 這種醒覺很重要 是的 好像我的畫畫一樣 追一輪時尚之後 自己檢討一下自己 忘記了中國文化 所以就翻轉圈回歸 是 沒錯 其實當我還沒去紐約之前 我跳的舞呢 就想人們覺得我是現代舞 我穿的衣服全部都是leater 即是那些緊身衣呀 那些動褪全部是落地呀 滾滾那些東西 其實就希望人們覺得 你在跳的是現代舞 但當我去了紐約 學了現代舞回來 當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就會有少許抗拒 因為我如果是跳的東西 又是好像他們那樣 那我是誰呢 所以變成了我 因為我本身是中西的一些文化 融合的人 因此變成正如剛才你說的 你又會用貝多芬的音樂 或者是用其他 因為你是很想有中西交融的那種感覺 所以變成我回來了香港之後 再表演 我未必是全部都是西方音樂呀 西方棟樑 我很喜歡加一些中國文化的一些恩子 無論他的音樂也好 他的服裝也好 或者他的內容也好 我很希望有回自己本土的一種意識 這是第二個階段 到了第二階段之後 到第三個階段 又會想想想 因為很多人說 例如香港 真的好像是即食麵一樣 那些藝術 因為每個人都說 快快就起課 快快就起課 所以變成我們 我們可不可以不是即食麵呢 我們可不可以慢慢滲下去 慢慢慢慢是沉默一些 我們想是繼續一路發掘它 又是有一種延續性的呢 於是其實到我第三個階段 是這個舞極系列 就開始實驗了這個如何深化 將這些作品比較有條理 又有系統 但有一些鑽研性的繼續去探索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你問我 你這麼多歷程裡面 哪些東西是你印象深的呢 舞極系列是印象深的 那哪些舞蹈你覺得 是比較上 又是很獨特的呢 其實就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這個字兵狂狂草 就是我離開舞台之前的 最後的作品 那我是比較印象深 但有一個作品 我印象深也很深 就是鯉色 就是潘金蓮的鯉色 我是幫香港舞蹈和編的 那為什麼我會印象深呢 因為那時候我剛剛由紐約回來 我作的東西很想是與人不同的 那我就是把這個 潘金蓮和不同的家師 來表達他的一生不同的遭遇 那那個作品就是 我相信是比較上 是很獨特的 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你這個歷程 都是我覺得 又和香港的環境 很有關係 就是這個開放的社會 就是中西文化 很容易我們主動就可以接觸 是 還有是 一向香港都是一種包容和混雜 就是一個融和 一個融和的發展的趨勢 所以你的舞蹈人生 是很代表香港的 我們過去的歷史 一直到現在 這個很代表性的一個標桿 是 你說得很對 我覺得是很自豪 能夠在香港 因為香港是 我感覺到可以令到你 能夠很自由地 用任何的方式 用任何的音樂 以及用任何的題材 來表達你所想講的 是 而且亦都想去吸引 或者想去鑽研 是給到我們很方便的 一種開放性的空間 是 入大陸去學這個太極 是 是 都不是說那個時代 都那麼容易 是 我們這個時代 可以做到 所以你也都說得對 那時候 譬如舉例 我是想去北京 說北京的人很歡迎你 因為他們覺得你是香港來的 所以我是北京的樂園 第一個是香港的學生去 又去紐約 也是 也沒有人去紐約的 那時候 我們屬於很早期的 後來我去探索這個太極 去武當山 也是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幸運 能夠很多不同的時間 作為一個先鋒 從香港去國際 去中國 探索 給予我能夠充實的人生 你喜歡這本書的封面嗎 當然喜歡 這個就是令我胃痛表演的 我就是最深印象你這個表演 你又剛剛 當日會拍到一個這麼漂亮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很表現到 你作為一個現代舞的很精彩的形態 是 我覺得這個名字說得好 所以我就把四個字放得很大 而用那些撇 是造成一種動態 就呼應一個舞蹈的玩樂 作為香港第一代的現代舞的表演者 這本書也是比較代表性的 香港的舞蹈工作者的一個行物的自傳 我希望通過這本書 是能夠給喜歡藝術和喜歡舞蹈的 就是這五十年我的歷程裏面 我們遇到困難是怎樣對待 另外我們是怎樣吸收中國的文化 和西方的文化融合的一個過程 另外就是怎樣我們由本土繼續漫向 國際視野的歷程 我希望給後來喜歡從事藝術和舞蹈的 作為一個參考 或者作為一個可以引致他 繼續尋找他的目標 或者是繼續光明的一面 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 在我們看到展示中 我們可以把這個旋 город 根據報告 你可以為何要做omic的 大家用功能 所以請來做 vin 感谢观看